嗨,大家好,Anthony 最近,深圳的天气就是反复无常 哎呀,每次早上就出太阳,天气很好 一到中午吃完饭,下午我想出去的时候 就下起清盘大雨,真是顶你不顺啊 想出去,摄摄影,拍拍照 照他的时相,青年,俊仔,俊女都没有机会 这种天气真的是,已经连续了 快半个多月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不过,还好有东京奥运会 的比赛节目看,哇,真是看着心惊胆战啊 分秒必争啊,看着死人很激动 哇,特别是我父母,几乎每一场直播 无论是游泳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 是不是,牵球啊,跳远啊,跑步啊 只要是中央电视台播的直播呢 肯定乖乖的都会坐在电视前旁边观看 哇,那兴奋度啊,真的是大起大落 我呢,时常就和他们说,不要那么激动 不然血量高上来,就要去医院啦 我倒是呢,心情呢,就是很平和 但是有一件东西呢,就让我心情 让我的血压突然之间呢,飙上来 就是因为粉丝少啦 那视频前面的你,快点帮忙 点一下关注啦 小弟在此,谢谢感激啦 让我心跳的是啊,我收到加拿大宽带的账单 哇,今年的账单 真是够厉害了,费用比往年多了100加币 哎呀,我的天啊,真的不知道 一年比一年贵 是不是,先给你看看我的账单吧 哎,我2020年是455块1毛7 换上成人民币就是,如果是换一笔5这样子算了 2500差不多啦 现在呢,今年就变成这个557块5毛4 整整是提高了100块钱 然后这一张账单呢,我已经付过了 打个电话过去问呢,为什么多了100加币呢 他说今年疫情很多人呢,都在家里办公 所以呢,网络就崩溃了几次 服务器都升级了几次了 加拿大的宽带服务啊,真是贵了 之前我就出过一集视频 就是专门说,加拿大15兆的宽带 一年要2500人民币 这次好了,15兆的宽带 现在一年要3000块钱人民币了 打开网页 然后这一个网页呢,就是他之前的网页来的 因为我用的是Cable Cable呢,就是那种电视线 FTTN呢,就是那种光纤 光纤就是插电话线那种 之前是多少钱的,34块9毛9 因为我是用这个 然后他现在是改变了一个新的网页 然后是这个网页 是全英文的,已经没有中文的了 天呐,15兆的50块钱一个月 对不对,就是等于是250块钱一个月的网费 看到这里是不是应该点一下 屏幕前的强烈推荐呢,对不对 或者是长按小红星激活强烈推荐 咱们来看一下那个CIK CIK呢,也是我们华人常用的一间宽带服务公司 它的总部在多伦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一个 Cable Internet 因为我是用Cable的 它是有一个Special Offer 就是49块9毛9 它是60兆的下载,10兆的上传 也就是60兆的宽带服务 对不对 它这边写呢,就是一个人用的无限量的流量 原价就是99块钱9毛9 然后是首24个月49 之后呢,就是59块9 然后我看一下它有一个Promotion 我点一下Promotion看一下 它有一个光纤的Promotion 50兆的光纤叫Unlimited的流量 然后一个人使用 然后加个电话线 它原价是109块9毛9 加币啊 然后它现在Special的是39块9毛9 也是头24个月是每个月是39块9毛9 之后就是49块9毛9 这一个还不错 然后我再看一下这一个Iconic 这个也是我们华人比较常用一点的 它有一个50兆的宽带服务 我们进去看一下 然后点进去看一下 原来它这一个29块9毛5的是这个DSL DSL它不是光纤是早期那一种 然后我们选择Cable Cable就是那一种接电视线的 最少的就是60兆的 60兆的也是55块每个月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Bel吧 Bel这边呢 因为它是大公司 基本上蒙特利尔那些线呢 都是Bel和V2Chang这两间公司的 所以呢这些小公司呢 他们都是租这两间公司的线 然后我看一下Bel这一个 所以我知道44块9毛5一个月 对不对原价是54块9毛9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V2Chang 它这个就是60块钱一个月 是两年的合同是60兆的宽带 然后100兆的宽带的话呢 就是65块钱一个月也是挺贵的 然后其他小公司看一下这边 这个就是Bel 然后它15兆的是45块钱一个月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Trendset Trendset这边呢它有这个光纤 也有这个Cable 然后它这个30兆流量的Cable 然后它是43块9毛5一个月 然后60的448这个Promotion光线的50兆的光线宽带 然后它是39块9毛5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个Alu这个公司 然后这一个10兆的宽带是34块9毛9 15兆的宽带是39块9毛9 对不对 这也是相对便宜的 50块钱呢一个月呢 因为我现在人呢在中国不在加拿大 所以呢 如果你是要选择划另外一个搬带公司的话很麻烦 又要找人上来去安装啊 又要换那个什么东西 所以很不方便 所以我还是继续续约这个公司 如果你是依次过给一年的费用呢 它是免一个月的 就等于说是这个账单495块钱12个月 它免了一个月 优惠了一个月的价钱 但是呢魁北克呢那税特别高 要交给联邦政府的税呢大概是5% 要交给魁省的税呢大概呢是10% 反正总体加起来的呢 基本上你买东西都是要交15%的税 那咱们看回这一个账单 税前呢是495.01 税后呢是569.14 这一个呢是我今年要交的网费的价格 我的天啊 15兆的宽带网络一年的费用就接近3000了 你知不知道我在中国现在我家用的网络是多少钱啊 59块钱一个月中国移动的 手机每个月30分钟的通话 加10G的手机上网流量 然后再加一个300兆的无限量的家用上网宽带 再加一个网络电视 哇59块钱第一年 第二年就变回原价98块钱 那也便宜很多是不是 这一张500块钱的宽带账单呢 已经算是便宜的了 因为呢我还有另外一张600多块钱的网络宽带账单啊 my god 我太难了 我太难了 感谢观看